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向前衝 我是王志玉 最近各國央行不約而同的宣布降息 南韓央行也宣布 這是他們三年多來首度降息一碼 藉由寬鬆貨幣要維持經濟的高度成長 而南韓它的重要性就在於 它是我們台灣在出口市場當中最主要的競爭者 南韓現在降息了 我們央行有沒有可能要跟進呢 而全球降息又對股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要帶您快來聊這個話題 我們今天的節目來賓 左邊第一位萬保投顧的副總黃清兆 清兆哥你好 思玉起智 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還有資深的媒體人徐起智 清兆哥你好 思玉清兆大家好 好我們馬上就來看看 南韓他昨天的降息動作 我們來看昨天南韓 他們的央行突然間 這回真的蠻意料之外的突然間降息 降了一碼 這是昨天最新的數字 他們的利率來到3% 而且據說他們接下來半年 可能還有機會要繼續的降息 那麼其實南韓的動作在全世界來講 應該也算是最近大家都有的動作了 全球的央行寬鬆的措施 我們一一帶您來看 一開始我們在7月5號 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了包括了中國的央行 還包括了歐洲包括了美國 他們都說要寬鬆貨幣喔 那麼另外呢包括像日本 日本沒有降息 但是他們說要擴大資產的收購 而南韓這是昨天宣布要降息一碼 另外在印度在澳洲也都是降息的動作 那麼繼續呢我們來看看在歐元區 同樣是7月5號跟中國央行降息是同一天 降息了一碼 那麼在英國呢他們是啟動了QE3 這個寬鬆的這個貨幣政策 另外呢這美國他們的扭轉操作延期延到了年底 還有巴西呢同樣也都是降息的 我們先請這個清朝哥帶我們來看一看 全球都在做降息的動作 特別是南韓大家都比較主要關注他 因為認為跟我們台灣比較相關嘛 大家這樣的一個降息 真的是顯示出來全球的經濟好像真的很糟糕耶 好我想為什麼全球要降息呢 這個都是怎麼樣 歐洲四國害了我們歐債 那麼這個歐債我想大家很清楚 像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最主要就是靠怎麼樣 靠出口 那麼歐洲是中國大陸最大一個出口地區 那麼大陸又是台灣跟南韓的一個怎麼樣 最大的一個透過的一個出口的地區 所以這個歐債影響到怎麼樣 中國大陸那相對就會影響到台灣跟什麼 跟南韓的一個出口 那相對的全球也會受到怎麼樣 這個歐債的一個波及 所以現在央行所能做的動作就是怎麼樣 貨幣政策 那配合政府的一個財政政策 那麼這個貨幣政策我們給各位投資人看一個資料 剛才志祺提供的那些資料非常完整 但是我給各位看一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更完整一個資料 巴西這一波的利率是從多少呢 十二點五降到目前的八 他已經連續降幾次呢 降八次 每一次大概都降兩碼 有一次當中是降了四碼 那麼南韓從怎麼樣 金融海嘯之後從兩趴升到五點二五之後 開始往下這個降了之後 目前降到多少呢 三三趴 臺灣從多少呢 三點六二五降到目前的八點一點八七 你沒發現全球的利率都怎麼樣 大幅的降低 這個都是歐債怎麼樣 惹出的一個因素 好 那現在這個降息 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降息會不會有效應 有 但是因為歐債真的非常嚴重 所以這個效應沒有辦法像過去 我們所斜的經濟斜說怎麼樣 三到六個月就能夠怎麼樣顯現出來 可能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 可是我們肯定的一句話 降息抗歐債 那麼這個怎麼樣 利多遲早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發酵的 這一句話 那我們看一下 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再怎麼樣 臺灣 那這個降息之後 剛才自己有提到了 我們已經到多少 一點八七五 我認為怎麼樣 臺灣可能將來有機會再降 但是我認為目前可能還不會馬上 他可能會動用一個動作 可能會降怎麼樣 存存率 未來可能不久的時間 可能會做一個怎麼樣 降低存存率 好 再加上可能要靠台幣溫和貶值 所以最近媒體是不是登出來的 台幣已經貶負多少了 三十了 因為臺灣以出口為大宗 那我們看一下 這些將來利多 我們跟大家講 台幣的溫和貶值 那個降息 那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當然我們今天談主題 要關心到我們臺灣的股市 就像兩個禮拜前 我覺得制宜很會挑 剛好我們談的台達電 各位 這個大盤從七二九六 跌到今天的低點是收盤價是七零四 大盤是跌的 我們跟投資人報告的台達電有沒有 剩兩個禮拜談台達電 這兩個禮拜來是漲的 我們提到的 有沒有一些家族統一也漲的 任太前任太薪也全部都怎麼樣 漲的金融股怎麼樣漲 所以我今天先談一個大方向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後面會提一些股票 希望說下一禮拜對你股票操作有幫助 好 那我們看一下臺灣的主計是預估臺灣的GDP是主計成長 那目前大家有疑問說怎麼樣 主計是可能高估的太怎麼樣太理想化了 那我們就怎麼樣 以目前我所說起到的資料 台中驗對我們臺灣的GDP看得最差 那麼各位看一個 第一個資料你從左上方有沒有一直往下看看過來 你看從6.6降到1.9去年有沒有 第一季一直主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臺灣的股市去年從9.2多 9千220點 6千6百控告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GDP是逐漲下降 所以你意思是跟我們這個看的GDP看得不太好 所以可能央行還是會有一些動作的 好那現在今年怎麼樣 各位台中驗是不是預估怎麼樣 今年101年第二季他估計是0.18 第一季是0.39已經出來的 那麼如果是第一季或者不管是第一季第二季觸底 那麼主計數跟台中驗都預估怎麼樣 第三季跟第四季會逐季怎麼樣 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很大 為什麼 因為去年的第三季跟第四季是3.45跟1.89低基期 所以各位不要太悲觀 今天致意談這個主題 我要告訴各位投資人 危機就是轉機 這個大盤搞不好下一個禮拜一就會出現一根紅棒 紅棒之後二三做整理完了之後 有些股票我們等一下會提出來 搞不好會再向你兩個禮拜前 我跟大家提的 致意抓到了這個台打電 所以上兩個禮拜是不是開玩笑 致意說你有一些老股不能晃著不動 要去做換股啊 這樣講得好像我股神 對 拿捏得非常好 結果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抓的股票 這兩個禮拜來都是跟大盤是怎樣 大盤落得迷迷迷 可是我們提的股票都表現不錯 我們現在先賣關子 待會再請金道哥來看 好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匯率上面 我們看到這個我們目前 那麼在臺灣的這個匯率上頭 我們看到了 其實韓元在近期來 我們來看他這個貶值的狀況 是比較明顯的 感覺這個韓國的央行 就是放手讓他貶了 因為他們經濟不好 然後主要的一些合作國家 像歐盟 像美國經濟都不好 所以我就靠著匯率貶值 讓他們的出口可以繼續成長 那我們我們看到現在 昨天是貶破三十 但是最近我們看這個趨勢 其實就是很溫和 沒有很明顯的 但是你看到韓國 跟我們這樣的競爭關係 人家是一根這樣貶值 就讓你放手讓你貶 我們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太溫屯了一點 應該這麼講說 韓國本身來說 對這個競爭的態勢 他的大出口商比較多 他不是非常集中在幾個大公司 那臺灣是很多中小企業組成 那這些大公司 跟這個央行的關係特別好 所以國家來說的話 他們在以臺灣為假想敵 但除了說他的本身 提升他的競爭能力 跟產品品質之外 匯率的戰爭 他一常用 他經常用匯率來打臺灣 那這一次呢 其實算打得算成功 所以我們的LCD 低潤都被打得很慘 主要是他把匯率扁得很低 相同的匯率 比如說他比我們低估的話 那當然他出口的狀況就比較好 但是韓國企業 還是有他基本的問題存在 舉個例子 臺灣的中小企業 這個財務結構都很健全 大部分就你有多 然後台灣人說 有多少錢做多少生意 就你有多少錢 做多少生意 這是臺灣人在事業上的想法 那韓國本身 他有個問題說 這個大企業 借錢都借很多 他們國家銀行 都融資給大型的企業 所以當出口不順暢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講 怎麼樣來減輕 這些大企業的負擔 那降息是最好的辦法 所以對他們來講 韓國整個在認為 這個大企業競爭力 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們會用盡所有手段 所以降息也是他們在扶持 這個大企業 集中手段 因為你看那個 你要是看那個三星的 有時候看財報你會嚇死 看他是很會賺 那看他負債你會嚇死 這公司要翻轉過來 我們說你欠很多 在一翻轉的時候 也會倒下來 所以他很會賺 但是也很敢借錢 那這幾年現金流量雖然是很好 但是國家還是一直把公力 灌到他們身上去 包括匯率 利率兩個方式來做 那台灣相對上 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我們最近的這個匯率 這一年來波動 從二十八九塊 慢慢波動到三十 速度比他們慢 在這種匯率的反應 匯率在裡面 我們比較慢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我們的地院廠 跟LCD廠都被殺得很慘 包括一些其他的 宏達電什麼 這些手機都受到很大的損失 不過我覺得匯率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因素 基本上 但是技術還是最重要的 你技術技術不好 你匯率怎麼扁 我東西就沒辦法 所以韓國在這種公司 他們的公司 國家來配合你 提高你的生產技術 那我用匯率跟利益來補貼你 在這種情況下 讓台灣的廠商 因為我們的規模比較小 受到很大的擠壓 所以他們應該這麼講 趁這一波 把所有力量加強之後 徹底讓台灣的兩個產業 低溫跟面粉產 徹底出局 他們把力量用到極限 對 韓國這很壞 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央行 有沒有辦法來阻止他們 那我們請副總幫我們談一談 我們看到剛剛提到的這個匯率 那麼很多人說 你現在這個匯率 現在在整個亞洲地區 感覺匯率的這場戰爭 這個貶值大戰 好像大家都一定得要投入 現在的趨勢 是的確如此的 只是看到了我們的匯率 你看人家韓國 降了都還有百分之三 那我們現在已經一點多 我們還有這樣的空間嗎 還是央行就是靠著 讓我們自己的貨幣 稍微的貶值來撐住我們的出口產業 我想台灣央行這一段期間 應該會讓台幣做一個溫和的適度貶值 我要跟投資人講一下 台灣跟南韓差別在哪裡 政府的魄力 韓國人現在都殺了 意思是說我們總統沒有破例 就是就是破例怎麼樣 比較不足 那一方面我要跟投資人強調 因為台灣的老百姓 現在真的是吃冬米 有時候真的倒霉 所以看到 那我今天給各位看一個資料 你看了這個資料 你就會看 看得出來的 為什麼台灣的Drain 剛才起字歌 為什麼跟他講說 我們的Drain跟面板會被打垮 各位看一下 南韓真的非常厲害 他每次都利用全球金融海銷的時候 順勢讓那個幣子怎麼樣 大幅的貶值 各位你看2008年 是不是美國世代 大家看一下 那一年韓環貶多少你知道 大家看那個數字 你會嚇死人 34.6% 台幣才貶多少 1.2 各位如果台幣貶這樣 那就是怎麼樣 台灣可能怎麼樣動亂了 說怎麼樣 外資撤出了 好像世界末日來了 所以我們跟他講 韓國的政府破例十指 讓他怎麼樣 大起大 好他就利用這一個 好到了2009年的時候 韓也是升值9% 我們升值2.5 好到了10年的時候 他升2.3 我們升5.2 去年他貶3.7 我們貶多少 0.3 今年到目前為止 他怎麼樣 升值0.6 我們升值0.6 所以剛才 致意用得非常好 提供大家看的那是短線的 那我幫投資人再補充一個長線 為什麼我會被人家殺的這麼深呢 你看這五年來 韓還貶值多少 23.3 我們是怎麼樣 逆勢升值7.5% 那台幣為什麼會升 有一個非常大的因素 是我們把遺政稅 從50%降到多少 10% 所以很多過去的台商 全部把資金怎麼樣 匯進來 是導致這個因素 所以為什麼台灣會豪宅 有出現一坪多少呢 300萬的 也一定在這個地方 好 那現在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從看得出來 這五年來 韓還貶值了23.3 我們台幣反而逆勢升值多少 7.5 所以各位注意 台灣的有些產類 就會被殺得稀里发辣 那等一下 我們會跟你談一下 可能政府應該要怎麼樣去做 我們投資朋友 應該要怎麼樣去選股 對你在股票操作面 才是真正的有幫助 我等一下會提 所以我下一個決斷 那麼央行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跟韓反 應該是會不至於會競貶 但是怎麼樣 兩個國家一定會採取一個 溫和適度的貶值 來互相幫助他各自的一個產業 那在這個競爭的產業當中 一定有怎麼樣 有優勝劣敗 這個優勝劣敗就顯現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去避開危機 你要怎麼樣去轉入怎麼樣 轉機 然後你怎麼樣在股票投資 怎麼樣才可以賺到錢 這個是一個重點 好 其實跟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青少大哥提供大家資料 看到了這個整個趨勢 這個韓國 他們真的是很大膽子 就放給你貶 那我們臺灣 我們的彭懷能 他就是一個很多星 七星級的總裁 不見得這樣講 就是說韓國這種貶值 我們從一個企業的觀點 當然出口 當然很好 你很照顧我 對我需要政策利率降 那個匯率貶值就貶值 那對我造成很大欠 但是對老百姓就很痛苦 韓國人過得比台灣人很痛苦 因為他們的貨幣很不值錢 相對來說 台灣是我們的整個清出口 還滿穩定的 然後他也希望你當你這個 所謂貨幣比較升值穩定一點的時候 你的內需 你的生活的感受會比較好 好像買東西沒有那麼貴 韓國的通膨比例比我們高 為什麼你貨幣弱 所以你的通膨比例比較高 你的生活比較難過 很多人是覺得 沒有錯 在企業競爭的韓國 好像感覺到他企業很強大 但是在人民的生活上 除非你有辦法到那大公司工作 一般老百姓都過得很痛苦 所以我們是看說 每個貨幣政策 他都有想到說 我用什麼觀點來維持 所以我們其實台灣人 很喜歡抱怨生活過得不好 你去韓國過看看 到底你覺得好不好 你請韓國一般的老百姓說 你們台灣人其實過得很舒服 在這種情況以後 你這個匯率策略要考慮的是 國家的人民的生活 還是產業的發展 當然對我們來講說 如果你韓國這麼殺的話 像清早講的這麼殺 你都不殺下去的話 確實這個痛苦已經看得到 因為很多基本的產業 你本來提升的技術比人家慢 而且也沒有人家那麼奸詐 三星做廖北 倒的都是你們台灣人 所以你又沒有人家奸詐 你匯率又拼不過人家 技術的升級又比較慢的時候 起碼第一個在匯率上 確實這個階段 你必須要考慮到說 韓國的做法上 他們那麼的積極 等於說他們對出口產業 就那麼積極 另外就確實 台灣如果在這邊 匯率上不給人家一搏的話 靜置上會有出問題 對的確 我們看到現在韓國 就讓他們的匯率 放手讓他扁了 所以當然他們一些 相關出口產業會起來 那麼有沒有可能影響到 我們台灣的一些 相關的出口產業 在股價上頭怎麼反映 對我想各位看一下 剛才起字歌 其實大部分已經有點到 那我現在把它細分的 更怎麼樣 更精緻 第一個韓元扁台長 面臨的一個衝擊哪些 我想台灣跟這個韓國 將來怎麼樣 在目前的環境 大家出口都受到影響 可是大家記得一個數據 我們上半年出口是衰退多少 4.7 我們衰退是亞洲四小龍 怎麼樣最大的 所以我大概滿確認的 央行應該會採取一個 台幣四度貶值的一個現象 可是我要跟同事 我跟他講說 韓國人很殺 所以如果以競貧的幅度來看 正常 台灣一定會輸給韓國 不然正常 台灣才贏韓國 那是一個不正常 失常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用正常的一個角度來看 通常韓環貶值的幅度 一定會比台幣貶值的幅度來大 所以受害者怎麼樣 就是過去大家耳熟能詳的 四大產業 四大產業大家很清楚 低潤面板 LED跟太陽能 然後再來講 塑膠跟紡織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塑膠紡織很多是 蘇怎麼樣 歐洲跟美國的 跟南韓是同時處在一個 怎麼樣 競爭位置的 好 那現在怎麼樣 加上怎麼樣 南韓是不是跟美國已經 簽了什麼 FTA 所以他們的關稅 幾乎降到怎麼樣 降到零 那台灣現在要趕快 美流問題如果能夠解決的話 那台灣跟美國簽了 TIFA 那各位注意 塑膠跟紡織 攻擊機就有生機 我認為將來一定會簽 簽這個怎麼樣 TIFA的 另外一個受害的是HTC 對HTC 剛才齊智哥有講到 因為怎麼樣 我們的HTC是怎麼樣 台灣人2300萬 你跟資料說靠這個小的一個市場 撐起HTC的一片天 一定要靠什麼 中國大陸 靠美國 靠歐洲 那這個怎麼樣 尤其他在歐洲的一個比例蠻高的 所以歐元如果繼續這樣一個貶值 是不是代表台幣相對升值 所以為什麼HTC會經營的很困難 嚴硬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是受害的話 就是四大產業 塑膠紡織跟HTC 好 那我下結論 我跟他講 很抱歉 如果你有投資 有低論 我真的不太想講 但是我不得不講 低論 我告訴大家 兩個字 無解 無解 因為在九八年的時候已經上市 可是TFD面板跟LED還有救 怎麼樣有救 如果台灣跟大陸能夠兩鄉業者合作的話 那各位注意 那將來怎麼樣 第一論 這個TFD跟LED是怎麼樣 有很大的生機 尤其將來的照明 那這個觀察 你看台灣跟大陸能不能密切的合作 那我剛才講的 TIFA如果簽的話 對塑膠跟紡織 攻擊機就非常大 尤其對攻擊機當中裡面有一些股票 值得各位投資人去注意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上銀 雅威 這些股票你都可以怎麼樣 多加點去注意 那麼以HTC的話 我認為怎麼樣 目前股價跌到這個地方來 可能慢慢應該是反覆的質疑 因為我知道很多投資人非常關心怎麼樣 HTC 因為最近外資都放下去 結果融資怎麼樣 大增 那代表有人知道 我們國內投資人真的非常愛狗 所以我稍微要怎麼樣 稍微跟投資人說明一下 HTC 大概修正到先前在民國 起志哥那時候應該知道最低是277.5吧 對不對 277.5 漲到多少 所以你覺得那邊有撐 對 大概修正到這一個附近 也就是下一個禮拜 而且今天一個消息傳出來的 王雪鴻真的沒有說謊喔 他有買的喔 有買喔 買多少 五千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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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重點 對那現在他套牢了 他套牢了 他套牢了 所以現在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仔細的去觀察 這我們跟他講 好來我們看到這個韓幣一直扁 我們會說他好像對於這個我們的出購產業會有一點影響 不過呢 對我們一般的這個 如果你都不要碰股票的 你還是有一點好處 就是你去韓國玩 好來我們來看看這兩張電視牆 其實呢 我們看到每年去韓國玩的人越來越多了 像去年有四十二萬三千人 來下一張 我們就要帶你看看 現在很多人是衝著這個少女時代 Super Junior 大家去Shopping 還有很多韓劇的場景會去玩 齊智哥你去玩過嗎 我去韓國玩過 但是我沒有 結論是 結論是我並不覺得很好玩 跟志祺的看法不在 志祺覺得很好玩 就你對那個偶像劇 很有研究的 我覺得去玩應該很好玩 這是某個偶像劇拍的地點 我們叫紀州島到處去玩 因為韓劇都會取很多很好的景點 我想看個人 因為我覺得韓國還好而已 那我覺得韓幣這個貶值 當然對你去旅遊是非常有利 他幣子貶了很多 不過這一個應該這麼久 一個貶值的大方向 對任何國家投資是不利的 貶值表示你的幣別比較差 很容易造成你資金的外流 所以在投資上 如果一個國家一直在貶值的時候 你投資還是要小心一點 不管台灣跟韓國都一樣 是好 那麼投資上現在看起來 如果跟韓國有一些競爭關係的企業 我們就小心一點 不過如果真的是要去玩的話 現在這個韓幣貶值 好像去玩挺划算的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好 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廣告當中要帶您來看看 現在兩岸富豪最夯的寵物是什麼 就是西藏敖犬 它是富貴的象徵 養敖犬現在也是商機無限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